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照例来看一下昨天市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在昨天的澳洲股市并没有出现之前连续的上涨 在连续上涨9天之后终于停下了脚步 昨天是银行股的表现不佳 导致最终大盘下跌 澳洲股市近微下跌了0.1% 也停止了过去的一个9年涨 收在5950点 在其他方面 中国股市昨天是正式的开门了 但是上海和深圳变化不大 上涨和下跌都只有0.3%左右 欧洲方面上涨和幅度也都是在 虽然有上涨 但是幅度也都是控制在0.4%至0.6%左右 美国股市昨天也是有上涨 但是幅度也很小 比欧洲还要小 只有在0.2%以内 但是要说一下的是 现在纳斯达克也就是代表着美国科技指数 目前继续在创出历史最高价格 昨天上涨幅度也达到了0.7% 在股市以外方面 黄金价格昨天稳定在1257附近 而石油价格则再一次出现了较大的回落 昨天油价是下跌了2.45% 达到47.6毛钱附近 这个价格也是从去年11月中东减产协议达成以来 目前油价的最低记录 接着我们来今天热门的话题 讨论的就是昨天澳洲联储最新的利率声明 以及现在澳洲奶粉股的一个比较 我们知道每个月在第一周周二下午2点半 都是澳洲央行发表最新利率决议的时间 那在昨天也是一样 这个澳元根据大家 大部分投资者以及经济学家的观测 预测依然是维持在了现在1.5%的利率不变 那这个利率也是从去年8月份以来到现在一直保持的利率 既没有上涨也没有下跌 那其实说句实话的话 要不是因为现在澳洲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悉尼和墨尔本的热度太高 或者说泡沫太大 澳洲经济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利用降息来做进一步的刺激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澳洲央行在昨天发布的官方说明 一样还是按照老的套路就是先说国际经济 再说澳洲本地国内经济 再说到这个劳动力和澳元情况 最后带到房地产 再说到国际环境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老掉牙 就是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正在复苏 其中美国的经济加速在复苏 中国的情况虽然政策上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很大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现在还是没有明确的确认 那在其他方面 我们知道澳洲方面是主要依靠的是铁矿石 铁矿石价格在4月到现在5月初的时间出现了20%的大跌 那么这么的下跌 也使得澳洲的经济目前对于未来产生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从本地的经济数据来看呢 目前澳洲总体上来说 预计在2018年可以恢复到GDP增长3% 但是呢 在其他方面来说 除了这个GDP 目前的劳动就业率 从失业率的数字上来考虑呢 并不是很好 有轻微的失业率上涨 但是就业人口在逐渐增加 但是工资水平没有改变 换句话说 澳洲本地的经济 或者说澳洲的国内经济 目前呢 只能说是谨慎乐观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 那么这样一旦铁矿石价格在目前下跌的情况得到继续的伪 继续下跌 那么澳洲经济很有可能会雪上加霜 那么说完了澳洲经济 又说到了这个劳动力 刚才说过了 包括了这个澳洲的澳元 央行给出的范围呢 是0.70到0.75之间 但是说到如果铁矿石目前继续下跌的话 那么澳元很有可能会继续成压 最后呢 也说到了房地产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目前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是东西发展严重不平衡 悉尼和墨尔本呢 房价过高 但其他城市呢 房价呢 则处于一个轻微的这个上涨 甚至于向西部的PERS则有下跌 所以在这样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之下 如果用的是一刀切的政策 很容易呢 就导致其中一方会受到伤害 因此在目前呢 澳洲央行呢 是加息也不是降息也不是 很显然就不可能是靠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策 来针对这些作为调整 只有靠呢 商业银行各自在各自地区和各自的州首府 进行相应的对应政策 来应对目前不同州不同地区 所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情况 所以总的来说 目前澳洲经济呢 依然是在铁矿石逐步热潮退去之后呢 现在还没有完全从铁矿石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我们看得出来呢 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呢 目前依然是靠着矿业 过去一个月的下跌也使得这个矿业呢 在目前来看啊 又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说完了这澳洲央行每个月一次的讲话 咱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啊 几个热门的现象 生活在华人 澳洲的华人呢 以及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都可能呢 对于澳洲的奶粉呢 比较重视 前几年澳洲的奶粉一度是非常之热 到处都买不到 别说中国了 就连澳洲自己也买不到 那么代表澳洲奶粉也有三个股票是比较大的 我们也都可能听说过 分别是贝拉美 A2奶粉 以及呢 德韵奶粉 这三个股票在过去两年的走势中是截然不同 其中A2呢 是从大约是两毛钱 三毛钱 涨到现在的三块钱 涨幅高达了十倍 而且是稳定上涨 这就非常难得 而与此相比的话呢 贝拉美虽然是从一块钱的上市价格涨到最高曾经是16块钱 但是目前再一次从16块钱呢 是下跌 跌破了4块钱 这个跌幅也是高达了75% 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的剩下的德韵则是先天不济 自从它上市以后到现在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涨过 基本上90%的时间都在下跌 现在的跌幅呢 已经达到了50%以上 也就是说你投一万块钱 现在剩下50%都不到了 那为什么同为奶粉股差别会这么大 我跟大家总结了一下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它们虽然是名义上的奶粉股 但它们的产品却不尽相同 A2奶粉做的是主流澳洲的超市成人奶 鲜奶 同时呢 也是加入到了一个非常暴力的婴儿奶粉 而与此同时呢 这个贝拉美呢 它说说是做的是婴儿奶粉 其实它更多的利润或者更多的产品 是来自于其婴儿产品 包括了像婴儿食品啊 以及呢像婴儿用品等等 而表现最差的德韵奶粉 它其实做的是成人的奶粉 虽然也有涉渡到鲜奶 但是它并没有做到任何的婴儿系列 也就是说利润最大的最暴力的那一块 它并没有去做 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这个股 股份或者说投资的结构也有所不同 A2和贝拉美呢 都是普通流通股 但是呢 对于德韵奶粉来说 你去购买它的并非是股票 而是一种纯粹的财务投资 你购买的其实是一个信托基金 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任何的投票权 你不是股东 你只是财务投资者 就像他昨天出台的这个政策 要关掉三个厂 暂停一年的分红 你就算是买了50个亿的股票 你也丝毫无法左右这个决定 因为你不是股东 那么所以说呢 在第三方面 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们的客户不同 我们知道德韵做的是成人奶粉 主要呢 到目前为止 还是面向于澳洲的客户 少数可以卖到一些到海外 但是你说成人奶粉 有多少海外买家会吃你这个成人奶粉 它并非是一个必需品 与婴儿奶粉相比的话呢 婴儿奶粉是每一个孩子都必须喝 没办法 只能喝 而成人奶粉呢 是可喝 可不喝 那与此相比的话呢 那它的选择性就大大的不同 而且再说了 你说这个婴儿奶粉呢 之前被代购的那些炒得非常的离谱 把澳洲的奶粉炒得神乎其神 但是成人奶粉中 你除了澳洲以外 有欧洲的 有美国的 有新西兰的 澳洲的成人奶粉并非是最好 所以说由于其产品不同 投资股权性质不同 以及呢 最终的这个客户群体不同 导致了同为澳洲的奶粉股 但是呢 在过去的两年中 却出现了 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走势 那么这个呢 最终来说 目前的情况来看 A2奶粉依然是三个奶粉中 表现最强劲 最稳定的 其二为贝拉美 由于其从16块钱 目前跌到了4块钱附近 而在短短的三周之内 它已经从4块钱上涨到 现在的6块钱 涨幅高达50% 那么与这两个腰骨相比的话 这个德韵奶粉目前就比较悲催了 到目前为止 始终还是在1块钱左右上下徘徊 非常的惨 那么刚才说的呢 是今天的热门话题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产品 还是跟昨天一样 说的是英镑兑美元 由于我们知道呢 英国要 破欧 现在可能会加速 所以呢 英镑反而在目前是加速在上涨 我跟大家说到过好多次 目前英镑从长期来看 已经明显的走出一个这个上涨趋势 在目前呢 在昨天继续呢 在轻微的测试了一个半小时 半小时的底部之后再一次反弹 目前仅仅有上面一个顶 大约是的1.2960左右 一旦突破这个顶之后 目前是第二次冲锋失败 可能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冲锋成功之后呢 相信欧元未来还将有继续的空间 那么这是一种走势 另一种走势很有可能啊 我们不能说是不可能 它在这么连涨 我们看到这是从4月19号到现在5月5号 大约是连涨了15天之后 你说它有没有可能回调 当然有可能回调 它如果呢 跌破了这个1.2850左右的价格 那很有可能 它会回调至1.2750 幅度空间呢 有大约是100个点的空间 所以说我们呢 总的来说 目前短期就以上线2960 下线2850 以外的区间我们都可以挂单 至于中间的这大约100个点呢 我们则要选择不要去考虑 那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晚上注意 要注意一个事件 是比较重要的事件 是今天晚上澳洲时间10点15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小飞龙数据 再到了明天的凌晨4点 是美联储的利率声明 虽说现在大家都知道 它是不会改变利率 但是呢 它的说明的这个声明啊 讲话 以及最终的文稿 还是会对外汇走势 出现重大影响 那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ttendees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